非常感谢我们天恩干事的祷告 这是作为成为爸爸以后 第一次在前面做代表祷告 感谢神赐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孩子 降生到这个世界之上 也让我们中国现象会多了一个小宝贝 好 我们在开始讲到之前 我们用赞美来进行彼此的祝福 伸出我们的双手来祝福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 你是为接受爱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你是为接受爱而来到这个世界 现在也正接受这样的爱 你是为接受爱而来到这个世界 现在也正接受这样的爱 祝福我们自己 愿神的爱一直能够充满运行在我们当中 好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十度行传》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 好 我们先来读一下旗 西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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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 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 柏拉斯都的勤一心来求和 西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巢服坐在位上 对他们讲论一番 百姓喊着说 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 西律不归荣耀给神 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 他被虫所咬 气就绝了 神的道日渐兴旺 越发广传 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阿们 上周我们邱牧师用祷告 带给我们真平安这个题目 进行了分享 那我们就简单来复习一下 上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当中 有一位王叫做西律王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 骄傲的西律王 骄傲的西律王 透过今天的讲道啊 希望我们能够明白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原来我们自己也有很多骄傲 有很多看不见的 我们自以为是的地方啊 那西律王啊 他迫害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信徒 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我们是使徒约翰的哥哥 叫做雅各 西律王抓住雅各之后 就残忍地杀害了雅各 那杀死了雅各之后 他看呢 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很喜欢 他把这个雅各杀死 所以他又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又把这个使徒当中 最大的使徒彼得 把他抓住了 也是希望能够像雅各一样 要把彼得杀死 但是因为当时啊 是犹太人的节日 要到逾越节了 没有办法去把他杀死 就把他关到什么地方呢 关到监狱当中 等到逾越节结束以后 要把彼得在众人面前 要进行这个死刑 要把他杀死 所以圣经当中记载的西律王 我们上周邱牧师分享的 一共有四个西律王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西律王啊 就是每一代 一共有四代啊 四代西律王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这些西律王都是很残忍的 那第一代的西律王啊 他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看前面 是为了杀死这个耶稣 当时婴儿耶稣嘛 他就下命令 让整个伯利恒这个城中 两岁以下的男婴都杀死了 为了什么呀 为了杀死这个犹太人的王 耶稣稳定他自己的权力 那第二代的西律王 我们看一下 第二代的西律王叫安提帕 安提帕 他参与了什么呢 参与了审判耶稣基督 并且处死了谁啊 处死了当时的士学约翰 把士学约翰的头割下来 把他杀死了 很残忍的 第三代的西律王 叫亚基帕一世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 杀害了雅各 为了讨好犹太人 抓捕了谁呢 抓捕了彼得 计划要把彼得杀死 但是怎么样 没有成功 因为神没有允许 第四代的西律王呢 叫亚基帕二世 这个人参与了什么呢 参与了审判保罗 保罗最后还是被残忍的杀死了 所以《使徒行传》当中 十二章当中 记载的这个西律王 我们说的是第三代的西律王 就亚基帕一世 亚基帕一世 也被称为什么呢 就是 这个亚基帕一世是怎样 他恐怕呀 恐怕彼得 在监狱当中的时候啊 有人来把彼得救走 因为很多这个 人支持基督徒嘛 而且彼得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中 最有地位的 算是这个大使徒嘛 所以恐怕有人来监狱当中 把他就是营救出去 所以他做了很严格的这种管理呀 派了四班的兵丁啊 四班的兵丁进行看守 这四班的兵丁啊 按照当时罗马的计时的方法啊 罗马的晚上有四更 四更 所以每一更啊 会有一班兵丁进行看守 那一班的兵丁有几个人呢 四个人 四班兵丁就是十六个人 看守一个人呢 看守一个人 那每一班兵丁的四个人当中啊 怎么看守呢 其中两个人 要坐在这个囚犯的两边 或者躺在这个囚犯的两边 然后用手上的这个链子 我们叫这个手铐和这个囚犯要靠在一起 和他这个 在一起的时候 这边一个兵丁 这边一个兵丁 把这个囚犯夹在中间 这是两个人 剩下的两个人呢 是在这个外面进行看守 就是防止这个囚犯逃出这个监狱 那这样的方法 一般用在什么样的囚犯当中 不是所有的囚犯都有这样的待遇的呀 就是我们叫死囚犯 或者是重刑犯 才会用这种方式进行看守 所以彼得呀 受到了这种高级的待遇啊 被这个四个人 轮流的呀 十六个人换班进行看守 那在这种绝境当中 我们可以看 彼得是在绝境当中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方法 可以获得这种 逃出去的这种机会 但是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教会的弟兄姐妹叫 怯怯的祷告 对吧 上周我们分享过 叫迫怯的 恳怯的 在神面前就哭喊着 大声的呼叫着 为了谁呢 为了神能够帮助彼得 拯救彼得 在祷告 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呢 神怎样 神垂听了弟兄姐妹们 恳怯的祷告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生命当中 我们中间的肢体 出现了患难 困难 或者需要我们 去祷告的时候 希望我们能够 同心合意的聚在一起 向神迫切祷告的话 神一定会 垂听我们的祷告 阿们 好 我们对旁边大声 你要为我祷告 我也为你祷告 阿们 我们在神面前 同心合意 迫切祷告的时候 神就把什么呢 把属天的平安 能够赐给我们 是吧 这是上周我们 丘牧师分享的 祷告会带给我们什么呢 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阿们 那 祷告之后 神垂听了 弟兄姐妹的祷告 怎样 就按照神的方式 神派遣天使 让彼得 在这些监狱的 兵丁 看守的兵丁 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就 逃出了 这个监狱 这个方法 我们叫奇迹 对吧 这是一个奇迹 那让谁得到了平安呢 让彼得得到平安 对吧 最起码 对吧 在晚上被大家看在这边 离开监狱 他肯定会得到平安 另外 谁得到平安呢 教会的每一位 弟兄姐妹 都得到了极大的平安 为什么呀 看到了神 如此 为他所爱的使徒 所行使的神迹 一定会得到什么呢 平安 但是虽然彼得 还有教会的姐妹 得到平安了 但是有一些人 是不平安的 什么人呢 首先 叙律王 他是不平安的 对吧 他要杀死的 要讨好犹太人的 他计划的 这个要杀死的人 怎么样 逃出监狱了 还有一些人 更加不平安 就是看守 这个彼得的这些兵丁 为什么呀 他们失去了 这个犯人是失责 所以出现 会出现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 使徒行传 十二章 十八节到十九节 到了天亮 兵丁 扰乱得很 不知道彼得 往哪里去了 十九节 西律找他 找不着 就审问看守的人 吩咐把他们 拉去杀了 后来西律 离开犹太 下凯撒利亚去 住在那里 那这个西律王啊 当时非常的生气 一气之下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把所有看守 这个彼得的兵丁 就都杀死了 那后来他离开了 这个犹太地区 进入到哪里呢 进入到另外一个城市 叫做凯撒利亚 那凯撒利亚这个城市 我们大家应该比较清楚的 我们之前分享的 哥尼流和彼得 相见的这个城市 哥尼流在凯撒利亚 做什么呢 做军队的百夫长 对吧 那彼得到哥尼流家中 给他传福音 哥尼流信主得救了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呀 西律如果当时听到 彼得离开监狱这个消息 如果他认为 彼得离开监狱这件事情 是神行使的一件神迹的话 他仔细思考的话 我相信 他的心中会产生恐惧 和敬畏神的心 如果真的一个在神的面前 愿意思考的人 为什么 因为彼得能够从监狱当中逃离 这不是人能所做的事情 任何人都没有发现 彼得离开了监狱 这是一件神迹和奇事 阿们 可是可惜的是啊 虽然西律 听说彼得离开了监狱 他根本没有去思考 什么神迹 还是不是神迹 他只是非常的生气和恼怒 把这些看守 这个彼得的兵丁都怎么样 都杀死了 如果西律的心中 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敬畏神的心呢 或者呢 他的心中稍微有一些惧怕神的心意的话 那彼得逃离这件事情 可能会成为什么呢 成为他回转 或者向神去悔改 向神去承认 神你是全能的神 我和你没有办法比较 我们是人 你是神 这件事情人做不来 是神做的 可能是西律王能够得救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惜的是什么呢 他没有向神做任何的这种悔改 而是愤怒冲昏了西律王的头脑 他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对神的敬畏 残忍地将那些无辜的兵丁杀死 充分地显明了什么呢 西律王是一个刚愎自用 骄傲残暴的王 那在他的眼中 他的心中根本就不惧怕神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是否经历过神 为我们所行过的神迹和启示呢 或者我们亲眼看到过 神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所行使的 所显明的神迹和启示呢 一定是有的 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自己的经历 我们弟兄姐妹的经历 那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显明的这伟大的神迹的时候 我们应当怎样去做呢 我们应当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承认 神是天上地下全能的神 阿们 那当我们的心中对神生出敬畏的心的时候 我们就不至于在神面前骄傲 就不会觉得自己好像能做得了什么 那西律王今天 他的失误和他出现的问题是 他是一个骄傲的人 我们看一下《石头行传》12章20节 西律就恼怒推罗西顿的人 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 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 柏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 这个经文好像跟前面的经文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话呢 因为西律后来到了什么地区呀 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凯撒利亚 在凯撒利亚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什么消息呢 有两个地区的人 我们看这个有地图吧 地图上有两个 最上面我们叫叫西顿和推罗 然后呢中间的地区就是凯撒利亚 再往下是什么地区呢 耶路撒冷 那西律离开了耶路撒冷 往这个下 往下去叫凯撒利亚 凯撒利亚离西顿和推罗很近 但是凯撒利亚和西顿推罗都在什么旁边呢 在地中海的沿海城市 离着很近 那这个西顿和推罗和凯撒利亚和犹太地区 有什么关系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西律恼怒这两个地区的人呢 因为凯撒利亚是西律领地之内的海边城市 就是离西律管理的犹太地区很近 但是不完全归西律管理 因为这两个城市属于希腊人的城市 并不是西律管理之下的城市 那这两个城市和这个犹太地区的城市 有很亲密的连结是因为什么呢 这两个城市没有这个生产粮食的土地 因为没有粮食 所以他们要通过犹太人的地区购买要吃的粮食 才能够让他们得到温饱 所以他们和这个犹太地区的城市 是有这种农业上的农作物的 粮食上的什么呢 贸易往来 至于是什么事情 让这个推罗人和西队人 使这个西律王生气恼怒 我们不太清楚 肯定是什么贸易上的呀 或者是什么边境上的事情啊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 但是西律生气之后 他的决定和他的选择是怎样的 他非常的生气 生气之后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因为你们让我生气 所以我给你们断掉什么呀 不把粮食卖给你们 这是他能够泄气 能够解除和散发自己怒气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 能够看出来 西律是一个非常容易焦虑焦躁 发脾气的人 脾气非常不好 我们看一下西律王 这个在12-21节我们来看一下 西律在所定的日子 穿上朝服坐在胃上 对他们讲论一番 为什么西律会在这个定的日子 在这个坐在胃上 讲论一番呢 是有原因的 因为什么呀 因为这两个地区的人 断了粮食之后 他们没有吃的 所以他们想和西律进行求和 就找了这个西律王下面的 一位什么的大臣 透过他对西律王说 我们要求和 求和什么呀 我们就服软了 请你重新把粮食卖给我们 那西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很高兴啊 为什么 虽然我不是管理你们 这两个地区的王 但是你们也得什么呀 得听我的 得看我的脸色 所以他选了一个日子呀 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日子就可能是 西律王从伊路撒冷离开 伊路撒冷进入到凯撒利亚的原因 就是这个日子是当时 罗马的皇帝啊 他的生日 当时罗马的皇帝叫做格老丢啊 格老丢的生日那一天 他选定这个日子 然后穿上了很漂亮的这个朝服 坐在这个王位之上 对他们讲论一番呢 这个讲论一番 圣经当中没有记载具体的内容 虽然没有记载具体的内容啊 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呀 一定是西律让这些推罗人 西顿人 还有他的这些臣子 在这个朝堂之上 然后这个西律王 来这个吹嘘自己的英明 来这个炫耀自己的能力啊 在这些推罗人和西顿人面前 让这些推罗人和西顿人 不得不承认他的权利和他的权柄 那百姓们听到西律王 在鼓吹自己的这些所谓的 这些历史啊 这些英明之后啊 百姓们就为了去这个 怎么说也称赞他 或者是这个怎么说呢 吹捧他 他说哎呦 这个西律王今天讲的话 不是人的声音 是谁的声音啊 是神的声音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哎 西律王所讲的话 不是人讲的 西律王好像神一样 在对我们说话 那这个西律王本身就很喜欢 这个自己的权利 那这些百姓就配合他 我们就要拍马屁吧 是吧 配合这个西律王 对吧 对西律王说 哇你说的话 根本就不是人能说的话 你说的话是人说的话 是神的声音 那西律王就非常的高兴啊 高兴到什么程度啊 事情当中说 他不把荣耀归给神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承认 百姓们说 我说的话是神所说的话 他认为自己是神 觉得自己就好像是 所说的话是神所说的话一样 所以我们从 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什么呢 西律王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是非常自负的人 是自以为啊 自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 石头行传12章22节 百姓喊着说 这是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这个在教会当中 有一些牧者 或者有一些 忘乎所以的牧者呀 讲到之后啊 这个弟兄姐妹 也觉得牧师讲得好 牧师你的水平太高了 没有任何的牧师 和你的水平能相比呀 你这个时间长了之后 这个牧师就自己忘了 自己这个是什么人了 就觉得你们离不开我 我讲的才是对的 把自己的这个荣耀 盖过了谁的荣耀呢 盖过了神的荣耀 那就危险了 今天西律王出现的问题 是什么呢 他认为他的能力 他的这个荣光 他的这个 他的水平超越了神的水平 他把自己当成了神一样 对 这百姓们大声喊着说 西律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而是神的声音 百姓称呼 称赞西律的这个声音呢 让西律的这个虚荣心呢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非常的高兴啊 当时 肯定是这个心花怒放啊 对 心花怒放 那这些反应啊 也在西律王的意料之中 他为什么特别选一个日子呢 为什么让推罗人 让西顿人 让大臣和百姓们 来听他讲话呢 就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 想 希望这些人来称赞他 来吹捧他 他早就已经料到了 会有人来称赞他 所以他当时是特别高兴的 所以这是西律王已经料到的 也是他所期待的 那西律王的骄傲和虚荣 让他面对百姓们的称赞和吹捧 没有任何的谦虚谦卑 不是的 我这个水平还不行 我没有达到神的程度 没有任何的这种谦虚谦卑 和这种谦让的状态 我们叫照单全收啊 是吧 是 你们说的对 我说的话就好像 像神所说的话一样 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 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骄傲啊 可以让我们能够走向 灭亡的道路 那西律王认为什么呢 他认为自己就是 如同神一样的存在 他把所有的称赞 荣耀夸奖都归到了自己的身上 而没有把丝毫的荣耀归给神 西律的骄傲 西律的傲慢 西律的目中无人 目中无神的作为 最终导致他什么呢 带来了神的惩罚 我们看一下惩罚是怎样的 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三节 西律不归荣耀给神 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 他被虫所咬 气就绝了 阿们 所以西律虽然是王 虽然是犹太人的王 而且他不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的王 他并不是犹太人 他是乙东人 只是因为他妻子 两个妻子 都是犹太人王的后裔 才有一个所谓的资格 成为了犹太人的王 既然是犹太人的王 你就应该承认神的权柄 因为犹太人是相信全能的神 可是在这里面看不到西律有任何相信神的这种状态 非常的骄傲 那导致他最终怎么样 被虫子咬死 当场就弃绝身亡 所以自以为是神一样的西律 被什么呢 被那个小小的虫子咬死 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为什么 因为虫子是没有力量的 虫子很小 一个国家的王 和虫子相比的话 虫子算得了什么呢 可是怎样 神就用这种可笑的方式 让众人看见西律算不得什么 在神面前 跟神叫板的人 跟神去比这个荣耀的人 早晚会受到神的惩罚 阿们 所以在神面前 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 相信了神是全能的神的人 希望我们在神的面前 千万不要把自己 放到神的上面 千万不要觉得 我比神强 我可以为神做什么事情 骄傲带来的结局是可怕的 古往今来 多少的君王将相 有多少的统治者 都是不知天高地厚 自封是神的人 他们的结局都是可怕的 他们真正 没有敬畏神的心的这些 所谓的王或者是统治者 那结局都是最终带来的 就是灭亡 那神透过西律王的这种死亡 让所有的人明白什么呢 明白认识到神是伟大的神 阿们 我们对旁边进行问候吧 神是伟大的神 阿们 我们任何人在神面前 都是渺小的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 好像能做这些什么 当你出现身体的疾病 当出现灾难 当出现不可控的这种 这种灾难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人是多么的渺小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一定要谦卑 一定要谦虚 所以面对西律王 这样自以为是的人 骄傲的人 敌对神的人 窃取神荣耀的人 神就会怎么样 随随便便 动用一个小小的虫子 就可以让他怎么样 当场死亡 对吧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一定要小心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场 所谓的新冠疫情 那个小小的病毒 虽然我们看不见 但是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危害 让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已经三年了 到今天为止 还是让我们没有办法 神什么时候会结束 神什么时候会停止这场疫情 虽然不太清楚 但是希望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要不断地在神面前 做什么祷告呢 做中宝的祷告 做医治的祷告 阿们 因为神赐给亚伦 赐给摩西 赐给我们的权柄 是让我们能够 在神和人的中间 能够成为什么呢 祷告的桥梁 当我们向神去呼求的时候 神就透过我们的祷告 会医治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阿们 所以人呢 若心存骄傲 就不能谦卑下来 骄傲和谦卑是对立的 是神看为最可证的罪之一 我们看圣经当中的经文 怎么说的 真言十六章第五节 凡心里骄傲的 为耶华所证悟 虽然联手 他必不免受罚 骄傲的被神怎样 证悟啊 不是讨厌 不是不喜欢 而是非常的证悟 证悟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说法呀 那我们看圣经当中 其他的骄傲 我们来看一下呀 那关于骄傲 希伯来文里面用了六种不同的单词 表达出来的几种含义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是什么呢 抬高 高高在上 放大 自以为是 或者是自我叛逆 这是希伯来文当中 骄傲的几种含义 那我们知道圣经用希伯来文 用希腊语 还有亚兰文写的 那希腊语当中 表达骄傲可以分两个种类 第一类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类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一个人拉长或伸长自己的脖子呀 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感觉自己终于获得了成功或成就 而不可一世啊 拉长脖子是什么 我比你强 我的脖子比你长 大概是那个意思呀 那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放大自己 自我膨胀 傲慢的意思 这是希腊语表达的第一类的意思呀 那第二类的意思我们看叫什么 就是表达的是 盲目 我们叫目空一切 这希腊语表达的 骄傲的含义 而圣经当中 有关骄傲的同一词 我们看一下有几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虚荣 自负 夸口 狂妄 心高 气傲 技巧 嘲讽和自我中心 这无论是希腊语 还是希伯来语 圣经把骄傲 都定义为自视极高的人 就觉得自己强的人 都是骄傲的人 那他们自认为自己 卓尔不群 高高在上 但其实是属灵的瞎子 看不见自己是怎样的人 所以骄傲弄瞎了人的眼睛 看不见神的真理 有的时候甚至看不清 简单的一个事情的 真实的状况 骄傲是人最容易犯的罪 骄傲是人最容易忽视的罪 骄傲也是魔鬼 撒旦攻击和诱惑 我们基督徒最常用的方式 魔鬼攻击我们的方式 大概有三种 一个是骄傲 另外什么呢 男女关系 还有个什么呢 钱财和虚荣心 就是我们叫名利 用这种方式来攻击我们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 为什么会犯罪呢 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 为什么会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呢 就是因为他们骄傲 为什么说他们骄傲呢 因为他们想达到 和神一样的程度嘛 因为魔鬼撒旦说 你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 眼睛就怎么样 就明亮了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你们就可以达到 和神一样的状态了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达到 和神一样的程度 才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 为什么 心里面有骄傲 希望他们能够比神强 能够达到神的程度 所以人类的始祖 犯的第一个罪 就是和骄傲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 当中的一个事件 我们叫巴别塔的事件 巴别塔的事件 当时世上的人聚在一起 要建一个塔 希望这个塔能够达到天 比天还要高 这个含义和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觉得 我们一起来做事的话 就能够超越神 能够达到神的程度 所以神看到这事情怎样 非常的恼怒 当时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辩乱了所有人的口音 就是在巴别塔之前呢 世上学的人 说话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语言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语言 到底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相通的 没有什么 韩国语呀 中文呀 英语呀 德语呀 弄得我们天天 还要学外语是吧 那个时候 大家话都是相通的 可是神看到这些人的骄傲 看到他们的傲慢 就变乱了当时这些人的口音 就是我说话你听不懂 他说话我也听不懂 就变成外语了 所以大家就没有办法再建造这个巴别塔 所以巴别塔的事件 就是人类的骄傲 带来的一个恶果 让大家没有办法听懂对方的话 所以当时这些人就四散到各地开始生活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当时我们的祖先 巴别塔的事件 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学外语了 是吧 大家走到哪 我们都说一样的语言该有多好 弄得我们现在还需要专门 上小学 中学 高中 甚至上学院 要去学语言 对吧 而且我听说有些 这个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 能够把语言学好 这是在韩国的一个真实的事例 我听说呀 在这个江南地区 有一个妈妈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说英语说得好 说是把这个孩子的舌头的舌尖给绞掉了 为了让他能够说英语说得更好 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呢 这个因着语言的缘故 所受到这种压力是很大的 但感谢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坐在这边 虽然我们说汉语 虽然有韩国人 但是我们可以翻译嘛 是吧 而且我们这个 还有这个 虽然是韩国人 但是我觉得汉语的水平 和我们都差不多嘛 这都是神的极大的恩典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 我们的人类的始祖 亚当夏娃是因着骄傲犯罪 那巴别塔的事件 也是因着骄傲而带来的 这种罪恶的结果呀 那圣经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骄傲 我们可以整理出来很多呀 我们来看一下 都有什么样的骄傲 第一点 因为地位而骄傲 就是我有权力了 我有地位了 所以我会骄傲 我们看经文是怎么说的 马太福音23章6节 喜爱沿袭上的首座 会堂里的高位 就觉得我自己 我是个人物了 对吧 特别是到了中国 你去吃饭 做客的时候 这个座位不能随便坐的 是吧 这个座位是应该谁坐 这个座位应该谁坐 你做错了的话 可能大家人的那个眼睛 就会把你杀死的 对吧 所以一定要小心 不知道韩国这边 有没有这种习惯 我不太清楚啊 反正中国有这种习惯 就觉得我 我是有地位的 我要坐在这个位置之上 那我们看第二个 因为什么骄傲呢 因为能力会骄傲 我们读一下经文 历代之下 26章15节 又在耶路撒冷 使巧匠做机器 安在城楼和角楼上 用以射箭发石 乌西亚的名声 传到远方 因为他得了 非常的帮助 甚是强盛 他既强盛 就怎样 就心高气傲 以致行事斜臂 干犯耶华他的神 进耶华的殿 要在香坛上烧香 乌西亚是犹太人的王 因着他做了一些功绩 有了一些政绩 就不把自己 当成一回事了 觉得自己比神还要强 所以就干犯 耶华所不喜悦的这种罪 再看下面 因什么呢 因成就而骄傲 我们读一下经文 但一礼处 4章22节 王啊 这建长又坚固的树 就是你 你的威势见长 即天 你的权柄 管到地级啊 就是这个 来称赞这个王嘛 这个跟称赞谁一样 是吧 称赞西律王一样 呀 你的权柄啊 到天上了 对吧 你的这个权柄 到了地级了 那就不是人了 是吧 变成神了 是吧 有成就就骄傲 我们再看下面 因财产而骄傲 听不太前书 六章17节 你要嘱咐那些金氏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马太福音 六章19节 不要为自己积载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什么呢 有虫子咬 能绣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就是不要把钱财 当作可以解决任何事情的 这个全能的东西 对吧 我们再看下面 因什么骄傲呢 因知识而骄傲 中国人常说 知道的越多 这个人有时候越骄傲 反而你不知道的话 还好一些 是吧 我们读下经文 以赛亚书47章10节 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 说 无人看见我 你的智慧聪明 使你偏邪 并且你心里说 唯有我 除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 因着知识 觉得自己是骄傲的 我们看下面 因学问而骄傲 哥林多前书8章1节 论到既偶像之物 我们晓得 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是叫人 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 能造就人 觉得自己有学问了 就比别人强嘛 我们再看下面 因什么而骄傲呢 因属灵的恩赐 比如说我们来到教会 有人有祷告的恩赐 有人有讲道的恩赐 有赞美的恩赐 有爱别人的恩赐 有医治的恩赐 方言的恩赐 我们会得到很多恩赐的 但是因着恩赐 骄傲的话 并不是神所许悦的 读下经文 路加福音22章24节 门徒起了争论 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 这几个门徒打起来了 是吧 将来有一天 我们回到天国的时候 到底谁大呢 把耶稣给弄得 也是没办法了 是吧 我们的主耶稣就 就没办法 就拿盆水 拿个手巾 给他们洗脚 告诉他们 连我都服侍你们呢 你们还有什么骄傲的呢 是吧 我们再看下面 自以为义的骄傲 罗马书十章三节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要想立自己为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阿们 实际上 西律王的骄傲 就是自以为义的骄傲 因为他不知道神的义 不认识神 不明白神 所以把自己当成神 我们再看下面 因受人尊重和喜爱而骄傲 我们读下经文 加勒太书一章十节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人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我们会发现 有些人活着的时候啊 他生活的标准 不是自己的标准 也不是神的标准 是别人的标准 别人喜欢 我做 别人不喜欢 我不做 就是有的时候觉得 这个人活得很累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为别人在活着的 这也是一种什么呢 也是一种骄傲 我们再看下面 因超自然的精力而骄傲 格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 又恐怕 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 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啊 因为我们会有一些 经历 有些见证 或者经历过神迹 经历过歧视 把这个当成我们骄傲的资本 这并不是神所许悦的 所以保罗给我们带来的恩典 是什么呢 神恐怕我经历过这些神迹奇事 怕我骄傲 所以加了一根刺 在我的身上 让我怎么样 能够谦卑下来 好 我们知道啊 在我们的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提到有智商 对吧 还有这个所谓的情商 还有这个感商 另外还有一个叫傲商啊 我们今天来整理一下 智商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人 他的智力水平和应变的能力啊 有的人这个叫我们叫IQ嘛 是吧 IQ很高嘛 就很聪明 对吧 我们还有情商 对吧 这个人这个IQ很高 但是情商不高 我们在中国叫钢铁直男 是吧 这个就弄不清楚 感情方面就一塌糊涂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可能我们在座的一些男士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有点类似这样的人呢 就是说怎么也是弄不清楚 这个师母 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不能够理解 这个男女这个想法不一样 就情商比较低的人 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情商 情商就是一个人控制 情感控制和交际的能力啊 还有一个叫感商啊 什么叫感商呢 描述一个人的感恩之心和幸福的参数 那我们今天整理的叫傲商啊 骄傲的这个程度啊 一个人的骄傲程度 及骄傲的指数 叫傲商啊 我们下面用几个问题 我们向大家提问一下啊 看看我们的骄傲的程度如何呀 大概有几个问题 我们就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一下 我们看第一个 我应该得到最好的待遇 很多时候我们到了任何地方 我们都希望得到最好的待遇 是呢 还是不是呢 我觉得应该是的 我是希望到别的地方 别人对我的待遇应该好一点 是吧 凭什么我一样的这个 这个状况 他就比我的待遇要好呢 那我们是的话 那我们就骄傲在里面 我们再看下面第二点 我与人的对话 时常经常说到我 因为有人说话的时候 这个说了十句话 可能说了七八个我 那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了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那这是一种骄傲的状态 再看下面 我从来或者很少向人认错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我都听说过 有些人跟我这样说 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不能承认我的错误 因为我承认的话 我在这个人面前 我就没有面子 下次你没有地位了 我说话就不好使了 不能承认错误 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 但是不承认错误的人 有没有啊 有太多了 是吧 再看下面 很少啊 会被人说服 纠正和改变 这个怎么说 他也是不听 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 但是就是不听 就是不改 就走到底 对吧 好 我们再看下面 我的心理情感 很容易受到伤害 心理情感 容易受到伤害的人 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人 虽然自卑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 但是还是以自己为主 那也是一种骄傲的 再看下面 我对别人的过错 不愿意容忍 自己错了没关系 别人错了 绝对不行 对吧 同样的错误 我犯是可以的 你不能做错 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我们对自己是很放松的 对别人是不行的 对吧 再看下面 我帮助别人 但对方没有谢意 我会觉得不舒服 我帮助你了 你怎么连个感谢 连个感恩都没有呢 我觉得很失落 对吧 下次我再也不帮你了 因为你对我 没有任何的感恩 对吧 这也是一种骄傲的状态 再看下面 我很容易自卑自怜 或怨天尤人 是还不是呢 这也是骄傲吗 当然是 以自我为中心 就是骄傲 我们再看下面 我总是爱占别人的便宜 这人是骄傲的人 我的自我感觉像良好 大家都不行 我不错 我是挺好的 实际上是不行的 但是就是觉得好 对吧 在下面 我的想法和意见 总是对的 别人都不对 就我的是对的 好 那对上述的问题 没有一个是的选择 感到狭义 是还是否 那如果上述问题当中啊 没有一个你选择是的话 说明你是在撒谎啊 对啊 肯定是这样嘛 对吧 怎么可能没有啊 如果有的话 那说明你 你还是有骄傲的问题存在的是吧 所以一会儿我们这个结束之后 小组分享的时候 我们来分享分享 这些项目当中 有几个和你这个是 有过这样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阿们 好 那可见骄傲啊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 随处不在 到处都会 每天每时每刻都会表现出来 骄傲的状态 骄傲常常会趁着 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啊 来诱惑攻击和牵引我们 绊倒我们 所以圣经当中已经为我们指明了 解决和战胜骄傲的方法 所以只要顺服遵行圣经的教导 我们就不会轻易陷入到 骄傲的网络之中啊 只要我们顺服遵行圣经 教导我们战胜骄傲的方法 我们就不会陷入到 因为骄傲而带来的灭亡的罪恶之中 叙利王是怎么死的 因为骄傲而被虫子咬死的 那我们骄傲的话 将来有没有 什么惩罚和结局呢 会有的 到了神审判的时候 我们所说的所行的 都会在神的审判谈前 都会显明出来 罪就有惩罚 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 但是那个惩罚还是有的呀 这个是可怕的呀 是吧 好 那我们看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 谦卑 我们对旁边带来说 你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我们要彼此谦卑 阿们 谦卑是解决骄傲的最好的方法 谦卑 就是谦虚 好 圣经当中 耶稣基督亲口 对我们说过了解决骄傲的方法 我们读下经文 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一节 好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我们再看一下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这里面耶稣提到的自卑呀 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自卑 平常我们说的自卑和耶稣 所说的自卑是不一样的 耶稣说的自卑是自己降卑的意思 就是自己把自己降到比较卑微的 那个状态和程度 不是我们所说的心理上的那种 忧虑的自卑 不是那个自卑 所以耶稣指的自卑 并不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自卑呀 日常生活当中 人们的自卑是怎样的呀 是一种自我形象的低落 自我挫败 对自身价值严重的贬低 是一种人格的缺陷呢 耶稣所说的自卑 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格缺陷的自卑呀 那如果说是日常生活当中性格缺陷的自卑 实际上是一种骄傲啊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讲到当中没有啊 一个简单的例子 摩西 神呼召摩西 对摩西说 我派遣你去什么地方呢 去埃及 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的回答是怎样的 摩西说 哎我不擅长说话呀 我没有说话的能力呀 我不敢去呀 你派别人去吧 好那 摩西的状态是谦虚呢 还是骄傲呢 是谦虚还是骄傲 你们觉得是谦虚吗 本质上是骄傲的 为什么 摩西说 我没有说话的能力 我去的话完成不了你给我的任务 是想靠自己的能力 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相信神的能力 是不是骄傲呢 是一种骄傲 他想的是自己 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 就是一种骄傲 自卑的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还是过于看重自己的时候 再神看就是一种骄傲 所以摩西在神面前是一种骄傲 因为他觉得 他在考量我的能力 行还是不行 而没有想 神是全能的 只要神说行就行 神说不行就不行 他的认知的程度 还是以自己为主的 那么在神来看 就是一种骄傲 阿们 所以自卑的人 是一种骄傲的状态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就是一种骄傲 你要以神为中心的话 你就不会自卑了 你要以神为中心的话 就任何事情都能够解决 所以我们想活出 谦卑的生命啊 我们就要常常思考 在神的眼中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神是怎样看我的 在神的眼光当中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一个谦卑的人 并不是好像一个过街老鼠一样 天天躲着藏着 我这个把自己变得好像很微小 很渺小 不是这样的 不是被自卑感折磨 一个谦卑的人 是已经接受了神 对自己的评估 明明知道 也非常清楚 神对我的评价是怎样的 神给我的评价 是我的定位 阿们 韩国语有句话叫 成切胜是吧 成切胜 就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神来看 你是怎样的人 你知道这件事情 你就能够活出 一个谦卑的生命 阿们 而不是别人说 你是怎样的 别人说你是骄傲的 说你是怎样怎样 神说我们是怎样的人 你只要明白和承认 神对我们的这种 认知和我们的定位 我们就能够活出谦卑的生命 那圣经当中是怎样说的呢 我们看一下 圣经当中 谦卑人承认自己的光景 是怎样 我们看一下 谦卑人 神所学的谦卑人 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一定会承认自己 是一个软弱的人 一定会在神面前承认 我们是缺乏的 我们是不足的 我们是没有能力的 而且承认神是全能的 阿们 我们对下经文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神的荣耀 谦卑的人承认 我们是一个罪人 谦卑的人承认 我们是有罪的 而不谦卑的人 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我刚信耶稣的时候 刚去教会的时候 我就不承认 凭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呢 我是个好人呢 你们这些人有病吧 这个信耶稣都信出毛病来了 都说自己是个罪人 我也没犯罪 那个警察也没有抓过我 我也没有去过监狱 凭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 可是在神来看 我们内心当中 这些不洁净的 在神来看都是罪 阿们 所以谦卑的人承认自己 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一个罪人 好 再看下面的经文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谦卑的人承认 人早晚会面临死亡 死亡之后会面临神的审判 当你知道在死亡之后 有神的审判的时候 你现在所行的 所做的 所说的 就不会随随便便去做事了 为什么呀 将来有一天要接受神的审判 你要思考 面对审判的时候 你现在所说的 所行的 所做的 都要接受审判的话 你该怎么说 你该怎么做呢 谦卑的人承认 死亡之后 有神的审判 阿们 好 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 这举死的身体呢 这是保罗所说的话 就是承认 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 承认我们人是不足的 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谦卑的人 阿们 好 那谦卑的人 更加承认什么呢 承认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的身份 和我们的定位 是怎样的 我们看一下经文当中 是怎么说的 会成为什么呢 神的儿女 会怎样 会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阿们 好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什么呢 做神的儿女 阿们 就是神给了我们 一个身份 以前我们是在罪恶当中的 以前是走向灭亡的 以前是魔鬼撒旦 所控制的奴隶 但是当你相信 耶稣的名 当你承认耶稣以后 神就给我们 什么权柄呢 成为神儿女的身份 阿们 身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今天 坐在我们当中 有一位国家主席 或者是总统的 这个孩子的话 你会怎么面对他呢 他肯定是很尊重他呀 对吧 因为他身份不一样啊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 我们是天上地下 唯一的君王的儿女 阿们 我们的身份 在这个世界上 是最尊贵的 比所谓的总统也好 比所谓的什么 三星公司的老板 这个儿女也好 我们的身份 比他还要尊贵 为什么 我们是天上地下的君王 他的儿女 阿们 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 那我们再看下面 约翰福音3章16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谦卑的人相信 我们相信耶稣那一刻起 我们就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阿们 好 那圣经当中教导给我们的 真正的谦卑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在历史当中啊 好像西律王一样 所有破坏 抵挡神的人 他们必将面临什么呢 面临神的审判 因为抵挡教会 就是在抵挡教会的主人 就是在抵挡神 教会虽然一直在 阻力重重当中前行 但神的道 就是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怎样兴旺起来 所以在后面的经文当中 说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十对行传》12章24节 25节 神的道日渐兴旺 越发广传 巴拿巴和扫罗 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带着称呼 马可的约翰同去 西律王有权力 有地位 有声望 有权 有钱 什么都有 但是因为他不相信神 不承认神 就被虫子咬死了 西律王可以杀死雅各 西律王可以抓捕彼得 让他进入到监狱当中 但是他没有办法阻挡神的道 没有办法阻挡神的福音 能够兴旺起来 阿们 神的道 神的福音 神的道路 没有任何的人能够阻止 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 只要我们紧紧地跟随他 我们所走的路 神为我们负完全的责任 阿们 所以西律王傲慢 自大 死于神的审判之时 巴拿巴和扫罗 在当时犹太地区 巴勒斯坦地区 当苦难来得猛烈的时候 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仍然做什么事情呢 努力地传扬福音 努力地宣教 而且带走了谁呢 带走了一个叫马可的 也叫约翰的这个人 是巴拿巴的这个亲戚 是吧 带着他一起去做什么事情呢 传福音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越是在艰难 越是在危难当中 神的儿女越不惧怕 越勇敢地前行 有一年呢 日本曾经出现过 一个很大的事件 对吧 这个叫核辐射 对吧 这个核泄漏 然后当时有海啸 然后很多人就 当时离开了日本 为什么离开呀 因为恐怕受到辐射和污染 甚至当时在日本的 很多的外国宣教士 也决定要怎样 离开日本 这是真实的现象 而当时很多 韩国的宣教士 他们决定 要在那个时候 进入到日本 被辐射的地区 去宣教 这不是人能做的事情 是神在感动他们 去做神所学的事 有危险 有艰难 有环境 可能 进到这个地区 会被辐射 可能会产生疾病 可能有危险 甚至还有 韩国人 对日本的这种 民族的历史的情绪 也在他们的里面 是什么 让这些人 在这种危险 危难 患难当中 敢进入到日本 愿意进入到日本 去给他们宣教呢 是因为他们明白 神的道 一定会兴旺起来 是为了神的缘故 是因为神的爱 才能够进入到 这些地区 去宣教的 阿们 就像巴拿巴 像扫罗 像马可一样 当时虽然有危险 虽然可能还会面临 有人把他们抓住 把他们杀死 他们仍然 去做 传福音 见证耶稣的事情 所以神的道 就兴旺起来了 阿们 而我们今天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在韩国这么好的 这个环境当中 这么自由的环境当中 你也不传福音 你也不见证耶稣 你就觉得 我上教会都已经很辛苦了 我能参加教会的礼拜 就已经很不错了 在神来看 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还是不足的 为什么呀 因为在中国 在很多国家 很多地区 相信耶稣 上教会参加礼拜 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可能会面临很多危险 在国内 现在有的去教会礼拜的话 就会被公安 被警察找到 对吧 会警告你 会说你 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在自由的环境当中 更应当去努力地去见证耶稣 去兴旺主的道 阿们 好 那严酷的逼迫 没有办法阻止福音的广传 重要的是 在逼迫的环境当中 我们信徒要持守 对神的忠心 我们要每天活出 见证耶稣的生命 为此呢 愿意我们今天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都能够持守对神的忠心 和生命的见证 并且牢牢地记住 彼得前书当中的一个说法 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 我们来读一下 若有讲道的 要按照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侍人的 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耀 全能都是他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在神的里面 得到了恩赐 得到了神的使命 神差遣我们做什么事 神感动我们做什么事 我们就马上去做 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去做的时候 成就了 成功了 有了什么成果了 我们就把荣耀归给谁呢 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阿们 不要觉得这件事情 缺了我是做不了的 这件事情是我做成的 跟神没什么关系 那就危险了 希望我们在神的面前 能够活出谦卑的生命 能够活出战胜骄傲的生命 阿们 好 那我们一起来唱赞美 一边赞美 一边进行奉献 世上的诱惑和试探 更多的男人 更多人来世上的灯火 以靠我自己的力量 难道黑白如山倒 梦夜的狂方暴雨中 牵挫着我的灵魂 既然无助的时候 废话失探的时候 我要赞美 高举双手赞美 争战的胜与败 不是在乎于我 我要赞美 高举双手赞美 争战的胜败 争战的事 乃是在乎世上的虚假和虚伪 世上的虚假和虚伪 天道虚虚无益 路漫漫和之又化妆 迷我藏着就不见 空中藏牵着的手里 心脏可哭去的人 争战用失败绝望 却下半角的网络 我要赞美 高举双手赞美 争战的胜与败 不是在乎于我 我要赞美 高举双手赞美 争战的胜败 争战的胜败 乃是在乎世上的虚假 有耳的却不能听见 有耳的却不能听见 永远却不能听见